彰化县第三座运动中心和美全民运动馆 今天举行上凉典礼 县长王惠美与明义代表共同祈愿功臣顺利完工 王惠美表示 感谢中央教育部补助1亿元 议长谢点灵及议员支持 县府投入2.5亿元 总经费3.5亿元兴建 预计114年9月完工 成为乡亲们运动健身的好去处 中华官第三座国民运动中心 是在我们和美地区 来做我们的上凉仪式 原本预计是大概在45%左右 目前的工厅已经来到50% 原本预计是免费年纪月要来输用 我们希望他会提早 让我们的乡亲尽早来享受 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红利 中华官运动大线 我们是飞六都里面 那这一次在远见评比里面 我们的成绩也是最多金的 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透过运动能够有更好的健康 那这里有六大核心 包括也有游泳池 有SPA 那有篮球 雨球 还有我们的这个 柔软的这些运动器材等等 都有在这边 那旁边还有一个我们的运动场 因为河美地区一般来讲 是比较没有自己在办现运的地方 都要跟学校来做租借 所以这次我们有规划一个跑场 让我们乡亲有多种的一个选择 那也把我们纺织的这个元素 也放到我们设计的一个这个概念 那这个我们也希望透过运动 跟观光来做结合 所以目前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 路跑活动那上个礼拜是在二水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到田中 在下礼拜就在鹿港 最后一场是会在二林地区 透过这样带动我们地方的 这个经济的一个这个繁荣 那也让大家都能够更加的爱上运动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活动 是我们彰化的八卦山 卦山大众走 彰化兜兜圈的活动 到11月底也会完成 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乡亲 能够透过先政府所安排的 这个活动能够呢也能够走出来 跟着先政府让大家一起来运动 那最主要还是要拜托大家 要活就要动一定要运动 那先政府呢目前也规划 我们八个分局区 通通都设立这样的一个场馆 这里特别要谢谢我们教育部 来补助我们一亿 那先政府也要感谢我们议长 副委长跟各位议员 来这个两亿五千万的一个这个场馆费用 另外大概还有四千万左右的一个 道路透宽的一个费用 再再谢谢我们议长副委长跟所议员 对于我们预算的支持 也谢谢乡镇长到了地方 协助我们来办说明会 来接受民众的各方面的意见 再次的谢谢 我们地方各界大家 对于我们运动馆的一个支持 美全民运动馆的上阳演员 那在这边我首先感谢我们彰化宪政 你们把这么好的礼物送给我们河美区 河美区是河美深港现新 三乡镇共同来祝 那在这边总能力 四美也差不多将近18万人 那今天来上阳明年要来落城 希望可以成为我们河美地区的 一个运动活动的中心 让我们河美地区的郑民跟乡民 有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的 好 各位长官 请就位我们准备来 天上圣母观顺地君 保佑工程顺利圆满 并祈求土地工地基主 保佑人员机具平安顺利 是一季度场团 每个我们的运动都将开始 向下恒方声 为是我们最优质的运动神手 新厂尼我展望对立 是不是可以我们一个最热情的掌声 上凉大吉 运出我们的工程如捷如捷完工 再次感谢我们 现场 以及今天所有长官对平好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见证 张华鞋利合佩 春运运动在新建工程的上凉典礼 感谢大家 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